小仙女要小鱼儿答应她一个条件 下一次我不让你走的时候 你一定要留在我的身边啊 小仙女要小鱼儿每天想她一千次 在小鱼儿与花无缺热播的时候 小仙女这个角色是得票最多的 甚至超过了发冰冰视野的铁西兰 小仙女这个角色非常讨喜 她虽然交动任性 但却不会让人讨厌 白雪将这个角色饰演得非常可爱 非常自然 小仙女和小鱼儿是天生一对 小仙女难道 小鱼儿就是小仙女的冤家了吗 小仙女你都叫我小姐了 那我自然是娇生惯养的 我做事情可是要人家哄着的 小鱼儿吃东西也要哄 小仙女那当然了 小鱼儿怎么哄 小仙女 嗯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答对了 我就喝 我答对了 你就喝 然后你再问我一个问题 如果我答对了你就喝 你答对了我就喝 小鱼儿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小仙女 因为我是小姐吗 小鱼儿 我知道 小仙女 因为我是小姐 小鱼儿 我知道啊 小仙女 我都已经答对了 为什么你还不喝 啊 小鱼儿 啊 什么时候开始的 小仙女 刚刚啊 小鱼儿愤怒的敲桌子 喝一口粥 小鱼儿 我问你啊 是青蟹跑得快 还是红蟹跑得快 小仙女 青蟹 小鱼儿 为什么 小仙女 因为红蟹 已经煮熟啦 小鱼儿愤怒的敲桌子 喝一口粥 小仙女 为什么总是先看到闪电 才听到打雷呢 小鱼儿 因为光速比声数快 小仙女 错 因为眼睛长在前面 耳朵长在后面啊 小鱼儿愤怒的敲桌子 喝一口粥 小鱼儿 一只公鸡 一只母鸡 猜三个字 小仙女 两只鸡 小鱼儿愤怒的敲桌子 喝一口粥 小仙女 驮背的人是怎么睡觉的 小鱼儿 放下驮背睡觉 小仙女 错 是闭着眼睛睡觉的 小鱼儿愤怒的敲桌子 喝一口粥 小鱼儿 木水打头痛还是铁锤打头痛 小仙女 两个都不痛 头最痛 小鱼儿愤怒的敲桌子 喝一口粥 小仙女 黑鸡厉害还是白鸡厉害 小鱼儿 白鸡 小仙女 错 小鱼儿 为什么啊 小仙女 因为黑鸡可以生白胆 白鸡 不可以生黑蛋 小鱼儿愤怒的敲桌子 喝一口粥 小鱼儿 镇静点 镇静点 镇静点吗 我问你啊 一堆情侣要自杀 自杀之前 花光了所有的钱 只留下买一瓶毒药的钱 买回来之后才发现 原来那瓶毒药是不够两个人吃的 一个人要全部吃下才能死 但两个都死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小仙女摇头 小鱼儿 因为她打开瓶盖发现有赠品 再换一瓶回来吃啊 哈哈哈哈 小仙女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一炷香的时间 你打算干什么小鱼儿 我要娶小仙女为妻小仙女 那如果小仙女的生命只剩一炷香的时间 小鱼儿 还是一样 娶小仙女为妻小仙女 那你和小仙女 就只能做一炷香的夫妻小鱼儿 已经够了 最后小仙女死了 她们最终也只是做了一炷香的夫妻以前 我很害怕离开这个世界 害怕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但是今天 我明白了 分离的只是肉体 小仙女会永远活在你的心里 永远都不会消失 感谢观看